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父亲的这个是要传承给儿女的 可是现代人其实儿女不喜欢继承父亲的东西 应该说我们只喜欢继承cash 把土地卖掉给我cash 其实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还不只是说种田的要传承 你当立位人的 你儿女是世世代代当立位人 亚伦的后代 如果你是扛约柜的或什么的 儿子就要继续做 你不是说我要去游山玩水 好像不是这样 他们就要这样子下来 以前的人好像就是这样 可能100年以前 家庭商业都成为家庭商 如果你的父亲是一家庭商业 你也是一家庭商业 如果你的父亲是一家庭商业 以前都是比较是这样 大家好像就开始 像我爸爸那时候做白熊冰淇淋 生意做得很好 很有名的 但我就不要接我要出国 我要念电脑我要干嘛 那其实也蛮可惜的 因为他建立了他的一个销售 可是结果我没有take 后来那个销售就没有了 其实你知道 这种能够传承下来的 事实上在这个天国经济里面 他是真的那个 wealth 是会accumulate 所以其实很多很有钱的 为什么犹太人很有钱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 inherit他们的 传承的这个 不断的累积 累积的财富 可以累积下来 I feel like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more it's like because something got lost in translation like I feel like 为什么以前的人他们能够 或者犹太人 他们能够一次这样子 传承传传 it has to be so much more than just the business or the job 像你们说 it has to be like family culture and honor and legacy and prayer and prayer 像犹太人他们会安息日 都会守安息日 对 我这次去以色列 每一个礼拜五晚上 就是安息日 然后整天礼拜六 大家是不出门的 而且家人都在一起 他们就是family time 一起祷告一起读经 and like once you take that out of the picture 其实真的 就不用说我们没有关系了 但我也开始对你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负担 我也不知道你在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不知道我在发生什么事情 家人一起吃饭很重要 但是现在统计 很少人 很少家庭每天晚上会一起吃饭 like 不用说每天晚上 like maybe一个礼拜一次都没有 so once that's out of the picture 你要说什么传承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so that's what I'm saying 就是a lot of things were lost 就是 所以你不能就只是说 ok你要传承 因为你现在 你只是在传承一些 非常肤浅的东西 你真的要传承 这是很多很多的层次 一定要在 现在尤其还有手机 家人有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 每个人自己都还在看手机 边吃边看手机 所以有没有一起吃饭 其实好像也没有 没有那个真正的那种在一起的 所以这就有一点make sense 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就是 安息日不能开火吗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 like that's so like too orthodox that's too traditional 连他们在以色列 他们真的非常orthodox 他们连电梯都不去按的 然后一些门是electronic 要开的 那这样手机可能也不能打 当然啊 他们都不看手机啊 所以然后你知道 我在以色列发生什么事 就是他们有一些门 连拉门都不行 所以他们安息日会把一个 椅子放在门那边 所以他们不用开 然后就直接走进 还有那个叫做安息日电梯 每一层都会停 所以你进去就不用去按 也不能开 还有你去那个枯墙嘛 你好像要写日记 你也连写都不能拿笔记 那你这样的话 能打电脑也不行 所以我们当然会觉得 that's too extreme but on the other hand 你就才知道 为什么他们家可以那么凝固 因为大家真的坐下来 就是真的坐下来 没有任何分析 不是凝固 是连结 有任何连结 you know 这是very strong there's no distractions 真的平常你坐下来 大家都在看手机 说怎么样 但如果你今天是24小时 你就说 you know what 不能开火 什么都不行 电视也不要开了 那大家就好好地讲话 好好地讲话 每个礼拜有一天 我们大家 date and I think that that makes it more possible 就是我觉得如果孩子 能够在这种家庭文化 长大 他天天可以听到 看到父亲在做的事情 然后父亲也会带着孩子 去做你在做的事情 然后我可以看到 感受到这个的价值 而不是父亲的世界 是父亲的世界 然后孩子 我唯一的感受是 爸爸我一直都在工作 he doesn't care about me 他的工作是 把他从我们家里带走 you know like the work is taking him away from the family so actually work and family is against each other 这是孩子的感受 so那我干嘛 要去继承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是我的敌人 但是如果今天 我能够感受到 oh I don't know actually 你连你那个business 或是爸爸的legacy 是我的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 来维护他 让他更好 是世世代代的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like it's together it's not opposed to each other